在美国施打疫苗已经可以不用预约 直接走到药局里就可以完全施打 不过打疫苗最怕出现副作用 而且台湾的民众对于副作用的议题 讨论度都非常的高 至于在美国这里民众又是怎么处理副作用呢 以及医生的看法又是如何 我只剩一天了 但我仍然可以做一些事情 我仍然去外面去逛逛 只需要喝水 接下来两天就没事了 第二次我疲惫 所以我睡了9个小时 你有什么疲惫或什么 没有疲惫 只是睡了 我只是疲惫 面对副作用 美国民众看很开 就算不舒服也觉得只是小事 不过如果副作用很严重 在这里第一件事就是得打给家庭医师 通常医生会叫病人去急诊室 严重的话当然要住院观察 病人要有什么问题打电话给医生 不是说要打电话给什么政府机关 没有 举番出现休克 过敏 心肌炎等等 医生就会紧急处理 否则一般发烧头痛 医生最多也只会指示你在家多休息 有别于台湾 一不舒服可以冲诊所 可以打1922 还能下载官方账号 随时追踪身体状况 在美国一旦出现副作用 医生不会严 得靠病人自己主动 医生通常没有跟他们说 什么副作用 不过病人当然可以自己去问 那政府就是不是说有责任跟你 跟你这么说 比较严重的副作用 政府就会主动向公众报告 事实上美国CDC也有系统公民重登记 自己是否有副作用 只是宣传效果不张 填表的人也不多 另外在台湾打疫苗 一旦出现严重副作用 包括死亡休克 都可以申请受害救济赔偿 但在美国这里也没有这种管道 这一种紧急授情的疫苗 药厂它为了避免那么大的副作用 会引起那个诉讼 政府就跟药厂有同意 假如特别发生特别副作用 药厂不负责任 美国幅员辽阔 难免因为国情不同 从政府到个人 面对副作用的态度 都跟台湾很不一样 怀宇新闻特派记者陈丽婷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怀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